上海波磊是发生在未来的 隔禁外星人战略中的背景 拼借自己的性命去保护上海 剧本打动我的也不单单只是一个角色 是整个上海的轮王 上海对我来说是个非常熟悉的城市 让它背景是在这种上海 好莱坞的电影的话 它哪怕发生在上海 它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和基础 能够尝试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 对于中国观众来讲 看到自己这个城市和一些中国人 在跟百姓人在作战的时候 这种感受是个一样 全民国人民一起去对抗外来的人 所有人都拿去不去 坚决守住指挥中心 一车 导演还有制作团队筑备了很久 我们前期筹备从13年开始做剧本 14年最初的一批的概念设计开始 16年年底的时候 美术指导还进去看景 一个场景开始做 正式地进入到倒计时的这种筹备了 在拍摄地附近 布置了十几个这种枪站观测站 国内整个拍摄剧组属于比较领先的 我们可以在一平方米的范围内 特别精细的预报结果 对于上海堡垒这个电影 不仅仅是节省时间和金钱成本了 还有生命安全的成本 再来吧 上海我们找的 是一些地高兴的建筑 我需要传播馆 上海科技馆 改建成为我们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建筑 但一二三四 人都是那个预备意义的 所有无人接进入待飞状态 知道 难点在于 我们对于上海科技感能够到什么程度 加科幻的一些元素 又不能够太失真 我们不用了一些 我们现有人类能够够得到的科技感的东西 去进行的处理 让观众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上海 未来也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有延续的这个城市 全终 toward 都推荐了 有新的稳 е 这个好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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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你的 闻